粉红超跑白沙屯妈祖18号凌晨起假 展开了九天八夜的进香活动 而在云林北港镇有李明集结十几万 准备了8000颗茶叶蛋 上千颗素粽 玉米跟水果等等 要款待远道而来的香灯角 除此之外还有一间法廊 多年前发现了 不少信众过夜都靠纸箱实在太克难 于是在这两年集资 自行设计了税坦当结冤品 上午10点开始发放 不过清晨就开始出现 排队领取的人潮 长长的排队人龙绵延好几公尺远 通通都是要来领取这个 云林北港这间法廊业者 自行设计的税坦 免费提供给有报名白沙屯 进香的香灯角 由于数量有限 尽管公告是早上十点开始发放 但清晨店门口就出现人潮 你几点出发的 大概六点半左右 你只要想包香 吃前休息的话 就拿紫香啊 这个就是等于期待方式 粉红超跑白沙屯妈祖进香 一年比一年盛大 发放结缘品的业者表示 就在多年前发现 不少人夜晚都是去拿纸箱 很客难的睡觉 因此在去年开始 才会自行设计税坦 要发放给大家 青片好收纳 至少可以让大家休息时舒服一点 不仅如此 还有北港在地民众也动起来 忙着准备丰盛餐点 一颗颗茶一蛋加入中药材 慢火反复的炖煮 要让每一颗都入味 包含八千颗茶一蛋 一千颗素粽 卤豆干丁和玉米 还有还有五子橘子 八乐香蕉 里民们募资十几万筹备 热情里民表示准备好了 要来好好款待 跟随妈祖脚步 远道而来的翔灯脚门 结果正义云林报道